他现在突然有些明白 一败涂地这四个字 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感受了 叶辰神色淡淡 他知道 自己虽然通过了高级波云师考核 可以算是有一技之长 在暗喻的某些人眼中 拥有了一定的价值 这可以说是他的筹码 但同时有价值 就会有人想要利用你 所以想要将自身的价值 当作筹码 还要拥有相应的实力 这邓绍峰心神崩溃 发疯了想要与他玉石俱焚 正好给了他展现实力的机会 叶辰一转头看向了陈远彪 只见就连陈远彪 也是一副惊恶的神色 显然叶辰的实力 超乎了陈远彪的预料 一开始 陈远彪之所以没有出手 是因为他修炼的波云法门 乃是观天化 所以他清楚叶辰的实力 远在邓绍峰之上 只是不知为何 叶辰周身的法则之线的扭曲 似乎与其他人大为不同的 仿佛扭曲之中还有扭曲 笼罩着一层迷雾一般 让陈远彪都有些看不分明 所以他想趁着这个机会看看叶辰的实力达到了何种程度 可他没有想到叶辰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剑将邓绍峰镇压了 即便以他的眼力都看不出太多的东西 不过他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那就是野辰的武道天赋也同样逆天至极 这让陈远彪更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上古时代 以一己之身挡住了整个名誉的逆天强者 那神秘强者还有一个称呼 便是暗欲十足 虽然暗欲不是他开创的 但暗欲却是因为他才生存了下来 将之称之为十足毫不为过 难道这名叫夜市天的年轻人真的是十足后人 一时间陈远彪看向叶辰的眼神 意味都有些改变了 当年那暗欲十足曾救下了陈家先祖一命 甚至带给了陈家先祖极大的机缘 这也是为什么陈家会对那名强者之士了解不少 若是没有那强者便没有陈家的存在 如果叶辰真的是十足后人的话 陈远彪和他之间就不仅仅只有利益关系了 陈远彪不算一个好人 但他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只能图报这个道理 特别是对暗欲十足 整个陈家世世代代都是怀着感激之情 叶辰看着陈远彪的神色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不解 他怎么觉得这陈大师看着他的眼神逐渐亲近起来了 不过叶辰也没有在意 而是微笑着开口道 陈大师 在下可不是有意伤人 只是出于自保而已 邓家那边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他之所以不杀邓绍峰 便是怕邓家变成疯狗对他死咬不放 这倒不是他怕了 只是他现在没有时间浪费在这样的事情上 陈远彪扫了地上近乎废了的邓绍峰一眼 冷哼道 别说你没有杀了这废物 就算你真的将他灭了 我陈远彪都可以向你保证 邓家绝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他突然对叶辰笑道 叶公子 可否给老朽一个面子 随我到茶室之中 坐下来喝一杯茶呀 叶辰点头道 前辈向腰 晚辈怎敢拒绝 陈远彪哈哈一笑 也不理高台上濒死的邓绍峰 便带着叶辰朝茶室而去 很快 两人便在茶室之中坐下 陈远彪手中灵光一闪 竟是取出了茶壶茶水 茶叶等物亲手泡上了一壶 芬芳四溢的灵茶 他手一饮对叶辰微笑道 尝尝老夫泡的灵茶 这茶叶可是这些年来 老夫收藏的真品啊 连会长那老家伙屡次向我讨要 我都不舍得取出分毫的 叶辰笑道 那多谢前辈款待了 他举起茶杯 先是放在鼻端感受着香茶 这阵阵芬芳涌入体内的瞬间 叶辰的眼眸便是一亮 他微微品了一口 仿若翡翠一般的清茶 那茶将入口一股肝芳 便在喉舌之间荡漾开来 化作极为纯净 散发着春意气息的庞然灵气 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 这茶让他整个人 都仿佛沉浸在和煦的阳光之中般 通体无比舒态 一时间 叶辰仿若置身一处阳光灿烂的 春日茶园一般 甚至隐约之间感受到了一股 与春意有关的大道韵味 叶辰猛地睁开眼睛 叹道 好茶 即便是叶辰 都有些震撼于这灵茶的品质了 陈远彪没有骗他 这灵茶确实是真品之中的真品 根本不是叶辰此前品过的灵茶 可以比拟的 以这等灵茶招待叶辰 可见陈远彪对叶辰有多么的重视 陈远彪微笑道 你喜欢就好 接下来 两人一边品名 一边闲聊着 一壶茶便很快喝完了 此刻叶辰竟是感觉 自己的生机隐隐壮大了一丝丝 虽然这一点差别对他的实力 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 可叶辰的生机 已经强悍到什么程度了 这灵茶竟然还能对其有极为微弱的增幅 可见其品质逆天到了何种地步 这时 陈远彪忽然问道 叶公子 老夫也不卖关子了 我想问问你 对于加入暗喻的明州波云协会 可有兴趣 叶辰目光微闪道 哦 不知加入这明州波云协会 可有什么工作与义务 又能给在下带来什么好处呢 陈远彪沉默了片刻后开口道 实话相告 明州波云协会 可以说是整个暗喻之中 几乎位于最底层的波云协会了 原因也很简单 一个是规模 暗喻明州不大 地处偏僻 五道也是十九州之中垫底的存在 所以明州波云协会的规模 自然也大不到哪里去 但最关键的原因 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明州波云协会 连一名波云宗师都没有啊 他目中神光闪烁地看向叶辰道 暗喻对波云协会的拨款 投资等等 最重要的考察条件 就是这协会之中是否存在波云宗师 因此 明州波云协会历年来都只能分得一些边角资源 根本不足以壮大发展的 陈远彪轻叹了一口气继续道 所以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名波云宗师 你在波云之法上的天赋足以震撼整个暗喻 老夫相信 要不了多久 你就能达到波云宗师的境界 之所以想邀请你加入明州波云协会 就是这个原因 你可以放心 在你没有成为波云宗师之前 基本上协会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要求 而协会成员应得的资源 我们都会按照最高标准分配于你 同时明州波云协会也能成为你的后盾 不过 叶辰道 不过什么 陈前辈有话可以直说 陈远彪苦笑道 实话说 明州波云协会并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以你的资质 加入其他各州的波云协会都绰绰有余 他们能给出比明州协会更加优越的条件 暗喻一些地方的波云协会 甚至即便是那些称霸域外的 其他地方的强大势力 都要对其礼让三分的 相比起来 明州协会就 原本陈远彪是不会对叶辰说这些的 可现在他已经隐隐将叶辰当成了自己人 叶辰微笑道 这些倒没有什么 不过 我有些好奇的是 若是我成为了宗师之后 要做些什么 陈远彪道 暗喻之所以投资 波云协会 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波云宗师 至于具体的任务 都是那些暗抚的掌权者 直接对宗师下达的 老夫也不甚清楚 不过 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危险的任务 每一个波云宗师 对于暗抚而言 都是宝贵的资源 叶辰文言 眼中闪过一抹沉吟之色 他知道 这暗抚就是暗喻之中的权力核心 主管暗喻内的一切大小事物 甚至比域外的月魂域 杨真玉的势力都要强大 他虽然不想成为掌权者的工具 但按照陈远彪所言 若是成为波云宗师 直接接触到暗抚 一定程度上便能保证 叶辰的安全了 毕竟 随便对一名隶属于暗抚的 波云宗师出手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不过叶辰也知道 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暗抚虽然能够一定程度 保证他的安全 但暗抚也不喜欢主动插足 到暗喻之中的各个势力之间 这样会打破整个暗喻的平衡 而想要在暗喻之中崛起 在暗抚之外的势力之间 占有一席之地 也是必不可少的 考虑了片刻后 叶辰还是决定 暂时不要与暗抚接触 眼下先把精力集中在 鬼案成仓帮举办的 秘密拍卖会之上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距离苏云烟之时 也没有多久了 因果这东西捉摸不透 但叶涵知道 苏云烟当初帮助自己 已经种下了因果 当即叶辰对陈远彪开口道 陈大师 我可以加入明州拨云协会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数日后 苍邦会在鬼案成 举行一场秘密拍卖会 我想要进去看看 不知明州拨云协会 可否帮在下取得一个名额 陈远彪文言瞬间大喜 点头如捣蒜般道 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叶公子可还有其他要求 苍邦的影子不仅覆盖了整个鬼案城 甚至在明州都是不低的地位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州拨云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